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三 我三个月一次的美德大楼的肾脏科的检查 刚刚才结束 各个指数大致都是持平 没有推步也没有进步 就是大概维持一个既有的一个水平 我昨天下午回到南头以后 在YouTube里面听到了一个专题讲座 是香港大学所举办 请王庚武教授 还有葛哲光先生 还有朱云翰先生 他们三位来自香港 新加坡大陆跟中台湾 来谈一个全球化的观点下的一个中国兴起这个问题 这个演讲大概两个小时 我觉得能够同时听到三位的观点 其实是蛮好的 那么中国大陆的兴起 或者葛哲光先生说 他很不喜欢听到中国崛起这样的字眼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内部的了解 从中国历史 尤其从近代的观点来看 那么他有三本著作都谈论他对于中国的一个学术的研究 那么我觉得他是在大陆学界里面 在目前我听起来 在YouTube里面我所看到的影音里面 是比较持一种反省深刻的一个角度 他不会掩饰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崛起过程中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盘根错节 所以我感觉上他很深刻的意识到中国大陆的崛起 或者兴起 他要面临从古代的中国进入到现代中国 所有的这些里里外外所遇到的好多的问题 他有举出十个问题 有的是民族的问题 有的是边疆的问题 有的是认同的问题 有的是统治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相信都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已经在中国大陆 即使在所谓大国崛起中 还是一样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那么中国大陆当然有它的因应的方法 比如说一带一路 比如说要投行 比如说它的扩大市场 那么能够在很多的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文明的水准上 能够毫不落后的去往上前去赶上 但是即使这样的话 还是有一些困难重重的问题 毫无疑问 中国大陆目前所追求的是一种小康 从经济的规模去促进 这个国家多数人能够脱离贫穷线 或者是扩大教育这样的基础 那么这样的一个贡献 我觉得是一个逐步推展的一个文明化的进程 但这个进程因为它的速度来得太快 规模来得太剧烈 所以它所产生的后果 以及要因应的对策 其实是远远超乎我们一般的人类过去的经验的想象 所以有很多人对大陆的发展抱持比较悲观的态度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事实上有道理的 因为人类的文明很难那么快的去 在30年20年中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快速的转变 那这个转变过程中 它不只是硬体上面的改变 而且还有带来是一个观念的软体的文化的心理的 认同上的一些种种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令人忧虑 因为这些属于人的部分的改变 其实是最严重的 所以大陆你可以看到它会用一种民族主义 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样的一个标语 或者透过一种政治的宣传 国主的一种强制性的一种宣传 能够稳住目前这样的一个 来自各方面挑战的压力 我必须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定的力量 特别是在政治的民族开放上 大陆是用一种几乎是一种一种严格的一种 没有开放的一种角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政治的动乱其实是更大的一个隐忧 那么中国大陆有介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以及开发中国家 所遇到了好多民主化的问题 所以他们不会轻言去做这样的一个 有太多动荡的环境造成的一个 纷扰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 所以他们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上的开放来做 让多数人能够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物质生活上 得到一个保障 才逐步的去开放政治上的一个民权的一个 一个所谓民主意识 民主自由的观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举措 当然也包含中国大陆 其实应面对了许许多多的外族的边疆的问题 这些问题尤其还有包括中美 美国这方面的一个西方势力 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对峙 所以这些问题 所谓外交国际关系的政治 或者是周边边疆的一个种族的信仰的 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统治的基础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本来就一个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边疆的民族 尤其中国的交界 从北边到西边到南边 那么都有各种国家 不同的国家的交界 你算一算那些国家加起来有十几个 那么这十几个国家 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 语言 所以边疆的问题 因为是继承了这个大清的一个版图 那么到了中国中和民国之后 也是一样继承大清的版图 而中国大陆一样 它继承这样的一个版图领域 所以要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版图 所需要的 其实内政上已经够是很大的负担 那么外部上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多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 葛哲王先生所提醒的 西方国家要注意 中国要处理这些问题上的困难 另外有个问题就是 传统的天下观 一直都保持在历史的记忆中 可是这个天下观 传统的政治格局 这种华语心态之下 中国文明优越论的一个角度 它也会 虽然在近代中国积弱的过程中 却一直是一个强大的历史记忆 所以现在中国要走入 从传统走入现代 所以这样的一个传统记忆的基因 一直存在 所谓天下意识 国家意识 那么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 古代的一个政治格局 在现代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那么中国大陆在调试起来 始终没有办法完全的去 走出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格局 其实这个意思是 传统中国的一个政治思维 有数千里的传统 那么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思维 国家的一个思维 不一定是可以作为一个标准的 那么中国大陆显然有它自己的一个方式 政治制度的设计的方式 一个统治的方式 而这个方式可以说是危机 但是我们看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状态 它好像对这样的统治方式 它越来越有信心 那么它越来越有自信 那么换句话说 它会摸索出一条它自己的一个道路 这个地方我觉得大陆是尊重 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经验 那么中国大陆也没有要推 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 事实上它自己知道 它面临的问题极其的复杂 极其的庞大 而这么多的复杂的东西 它都需要有极其大的一个资源 投入去处理 那么相对来说台湾就简单了很多 因为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有这种感想的原因 在三个学者的演讲里面 王公武教授是希望 这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变迁 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化的一个背景 作为一个价值理念的一个引导 这个是我觉得是 我非常赞成的一个想法 那么朱云翰教授的分析是 认为大陆的兴起所带动的一个效益 那么这个效益 其实是对周边的国家 有非常大的贡献 就好像我们台湾 有好多人在大陆经商支付 虽然那个环境 有些人是会有一些投资上的失败 可是能够稳健的发展的 其实还是大有厂商 事实上台湾对大陆的外贸的依赖 其实越来越严重 可见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失去这个市场 你可以想象台湾将来的很多企业 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然不一定只是大陆的市场 南向也好到欧洲美洲都可以 但目前来说 好像因为地缘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市场 一样是被台湾所给予高度的注目 政治上的一个隔绝或对立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去 减少经济上的交流 那朱云翰先生的观点是认为 大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世界贸易国 或者是一个市场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所有的效益 都是加速的 它用一个turbo 这个